经验了一个时代的宁青霞,在荧幕中他是多么风光,让人倾慕与追捧。 在感情世界里的宁青霞却是坎坷的,曾让人羡慕也让无数人希望他们能够走到一起的, 莫过于他和秦翰的那段刻苦迷心的爱情,而后嫁给商人行李员。 27年的婚姻却有15年在传婚变,令人唏嘘。 Hello,大家好,这里是娱乐狂公,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宁青霞的感情生活。 林青霞的职业生涯并非始于香港,1973年,年仅18岁的林青霞,刚从高中毕业, 购物时由于他亮眼的外貌,一下子被形态发现。 刚出道出演的就是,改编自当时炙熟可热的穷姚阿姨同名小说《床外》, 还成功和自己的偶像秦翰搭档演情侣。 那个时候,秦翰出身名门,从小就在军人家庭长大, 他一表人才,气质儒雅中拥有着男人的刚强。 在林青霞刚刚踏入演艺圈的时候,他就已经是无数少女的梦中情人。 而林青霞也是没能按捺猪一颗为他跳动了心,无法自拔,爱上了他。 林青霞,我第一次看到林青霞在什么地方? 林青霞,你不说广东话了? 你不说广东话了? 你不说广东话了? 林青霞,第一次见到你,你猜在哪里? 在哪里? 七色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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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色桥? 对,当时我做... 七色桥在演电视的时候 是呀,你很... 很... 很... 你很不懂演戏啊,又... 做得很假。 不过你这个型呢,就好像我... 到中学的时候,就是想个八万王子的样子。 林青霞曾回忆说,从那时候起,我的一辈子就陷下去了。 人生中最美好的二十年,一直与秦翰痴缠,彼时的秦翰已经为人夫,为人妇。 在窗外开拍的前一年,秦翰已经与富家千金少乔英结婚,并育有一个孩子。 开始秦翰是克制的,只是还没遇到林青霞,她是一个爱妻又骨架的好男人。 遇上林青霞后,她却成为了那个背对着镜头悄悄问才19岁的女孩, 有没有可能和一个已婚的男人出游的多情男人? 同在一个剧组,沿着耳鬓似磨的情女性马。 秦翰最终还是无法抵挡内心的爱的火焰,何况窗外的大火, 紧接着又是我是一片云,一颗红豆,采霞满天等一连串的合作, 让秦翰无可救药的爱上了林青霞。 最终秦翰向妻子少乔英坦白,我与她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简直是恨不相逢为去世。 妻子少乔英备受打击,但也不甘心就此放弃本来完美的家庭。 于是她去剧组做了监工,时时刻刻监视着秦翰的工作和生活。 为了报复,她向多家媒体提供秦翰和林青霞的绯闻, 第三者的形象让林青霞的视野跌入谷底。 1979年,深恋秦翰的林青霞不堪舆论重负, 狼狈地夺到了美国。 当时林青霞在娱乐界有很多追求者,秦翰宁就是其中之一, 秦翰宁当时也有回音。 她的妻子是知名演员肖芳芳,和秦翰不同的是, 她为了林青霞毅然回国和肖芳芳离婚,随后到美国追求林青霞。 面对秦翰宁的追求,林青霞很快和她相恋了。 决定订婚的前一晚,她给秦翰打了个电话, 幻想着她会激动地阻止她。 随着秦翰却极为平静,那你订呢? 那时候,我要订婚的前一晚, 我是在山藍寺打电话给你, 我说我们第一天要订婚, 我打算是你, 你为什么要订婚? 没订了,我立刻来找你, 谁知道你不是, 你说你没有什么反应, 没有什么反应我就订了, 不过我说,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是很想订婚。 他说,你这个人就是悲剧人物, 悲剧人物就是悲剧人物, 悲剧人物就是悲剧。 带着毒气般的心情, 林青霞与秦翰宁结下了婚约, 然而却遛不过自己的内心。 1982年, 与烧桥英纠缠许久的秦翰, 终于变成了皇亲诞生汉。 世事没有和秦翰宁结婚的林青霞, 也结束了一开始就注定没有结果的婚约。 第二年, 穷瑶从中做了牵线人, 给秦翰打了一通电话, 现在秦翰是一个人了, 你为何不给她打个电话? 就这样, 一对分分合合十一年的爱女, 终于能在日光下牵手, 坦然承认相爱, 这段时间是她们最幸福的日子。 林青霞日日捏着嘴笑, 在她节目还靠在秦翰身上, 爱情顺利的同时, 林一霞的事业也真正日上, 但她却始终没能等待秦翰的一句, 嫁给我吧, 在一段节目中, 李匡、蔡南等人聊起此事, 都告诉林青霞, 这个男人真的不是很好, 李匡也说, 真的一般般。 是秦翰正孙的, 孙将军的儿子, 我现在知道了, 这个男人真的不太好, 是一般的, 不是吧, 全世界最好的男人, 好过你们三个, 这些绝对是妒忌来的, 绝对是妒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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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 经历了婚姻束缚的秦翰, 再也不想走入这份承诺, 两人交往16年, 仍然没有向林青霞求婚, 他们一起合作, 滚滚红尘, 把林青霞送上了以后的宝座, 也寄托了她最后一次最深刻的爱念, 1992年, 林青霞在拍摄新农门客栈的时候受伤, 前往香港治疗, 陪伴在她身边的没有秦翰, 而是一直都追随着她的妇伤, 行李员, 那一刻她彻底心寒, 她明白了, 她永远等不来和秦翰的一个家, 这段感情终于走到了末路, 在最后的分手现场, 林青霞一年的失落, 秦翰伤心的跪在地上, 苦苦哀求林青霞不要离开自己, 林青霞只是说, 即使曾经的我很爱你, 但是我依然要和你分手, 半年后, 林青霞嫁给了妇伤行李员, 一个能从香港带饭菜到上海给她吃的男人, 这种无微不至的体贴, 让漂泊了许久的林青霞感到了安全, 他们的婚礼极尽奢华, 也处处贴心, 顶级的礼服遍地的香槟色玫瑰, 甚至还有金庸先生亲笔邪的洗面, 林青霞终于放下了于秦翰的痴缠, 走进了崭新的生活, 然而这个新生活, 又是否真的给了她一个终身停靠的港湾呢? 其实邪女员在与林青霞相遇之前, 就已经结过一次婚了, 对方叫张天爱, 和现在娱乐圈里的张天爱同名, 她是个很逆智的女生, 为了给母亲冲喜讨帅结婚, 嫁给一个外国人, 不到两年就离婚了, 邪女员不嫌弃她是二婚, 与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儿, 不过邪女员想要的是一个听话顾家的妻子, 张天爱却热衷于视野, 这也成了他们矛盾的根本, 最终两人在女儿两岁的时候离婚了, 离婚后女儿归邪女员抚养, 行李员和李金霞第一次见面, 是在生男生的生日酒会上, 行李员很主动的去和李金霞打招呼, 得知昔日女神恢复诞生后, 行李员高兴了半小, 转个天就开始追求李金霞, 各种鲜花定制礼服, 补平等, 引有尽有, 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 和秦汉相比, 谁更真心, 一目了然, 因此二人很快结婚, 一个横扫两三弟的爵士美女, 却嫁给其毛不扬, 抱牙而且二婚的妇伤, 婚的一开始就有不好的传言, 称李金霞是为了钱, 承然行李员为追求李金霞付出不少, 待婚后, 李金霞也全力支持行李员的事业, 常常为丈夫的服装品牌站台, 几乎成了半个品牌代言人, 在李金霞的帮助下, 行李员的生意越做越大, 后来成功上市, 一度成为了全球最成功的快时尚品牌之一, 事实高达1800亿, 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服装巨头之一, 后来高位套现200多亿, 辞掉公司管理职位, 李金霞也为他生了两个女儿, 为了表达自己对李金霞的爱, 两个女儿取名为行爱您, 行言爱, 行言爱您的意思比较好理解, 行言爱在粤语中是仍然爱的意思, 在李金霞60岁生日时, 行李员好制16亿为李金霞盖了一座皇宫, 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她, 就在众人都以为女神生活幸福美满时, 接着却突然爆出一颗炸弹, 2018年, 64岁的李金霞离婚的消息冲上热搜, 知情人士透露, 李金霞无法忍受丈夫在外有幸欢, 已经结束了这段24年的婚姻, 拿了20亿港币赡养费, 引起了巨大舆论轰动, 据行李员老家的一个朋友爆料, 行李员曾在老家捐了钱修了祖谱, 很多年前回老家时候还带着私生子祭祖, 一点也不避讳, 网友感慨, 李金霞蛮惨惨的, 全世界都知道她老公外遇有私生子, 说起来, 李金霞丈夫有私生子的传闻确实传了很多年, 霞堤画链 清洁 霞堤 冬任 霞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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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